今天是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 今日焦点继续有我 周天慧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说两宗新闻 第一宗就是英国国家医疗体系 即是NHS面临崩溃 有报告就说 英国有越来越多的人 因为长期患病而回不了工 今天我们就会带大家 看看英国怎样成为了欧洲病库 另一宗新闻我们会说一下本地 昨天9月19日早上8点多 余景湾就有一架哥尔夫球车 突然之间就冒烟起火 现场甚至传出了两次的爆炸声 消防接报后就去到现场就关了长火 我们今天也会顺势探讨一下 这一类型的特殊车辆 在香港的规管情况 英国在某一些的黄友的眼中 可以说是天堂中的天堂 他们最喜欢就是将英国和香港去做比较 事实是英国近年的政治 经济社会等等的问题多多 我们之前都和大家讨论过 当地罢工和治安的问题 其实当地连医疗系统 都出现了危危乎的情况 近日一份来自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的研究报告 就指出 英国正面临严峻的医疗挑战 甚至形容英国是Sickman of Europe 即是欧洲病夫 对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来说 真是没了面 报告就指出自从2020年起 因为长期疾病缺席工作的人数 就显着这样增加 去到今年2024年的年初 已经增加去到90万人了 而且又继续上升的趋势 据报告推算 这90万的失踪工人 令到英国政府在2023年少收了起码 45亿元的英镑税收 报告就警告 如果增长的趋势持续下去 到下一届的议会结束的时候 这个数字可能会高达430万人 除了影响劳动市场 亦都会为社会福利系统 带来很大的压力 430万原本可以工作的人 不可以工作 就算将所有的黄友 全部担在英国工作 都填回这条数 既然说到社会福利系统 就一定要提到 英国的国家医疗体系NHS 英国首相施己然 在9月12日发表报告 他说数据显示 英国的医疗服务供不应求 有超过740万人 正在等非紧急的医疗 医疗设备残破不堪 加上医护人手又不够 令到医疗服务的质素下降 英国人对NHS的满意度 也都会降到历史的身低 施己然甚至说NHS 再不改革就要灭亡 他就说会在2025年春季 为NHS公布10年的计划 形容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重组 看来工党上场之后 英国就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变好 社会问题也没有因为民主两个字而消失 反而之前积落的问题 开始慢慢就浮上面了 当黄友天天在笑香港不好 说香港要靠吃老本的时候 英国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陷入了沉沦的螺旋 眨眼看就连老本都快清瘡 问题轮着爆 真是还有心机针对中国和香港特区吗 看着一批英国黄黑 天天在叫嚣上欧洲病夫帮他们出头 真是废斗废 与其举起港独的旗 不如多存两个钱 比将来应急更实际 我们说完英国有多弊异 转过来看一看香港的时事 昨天的早上9月19日 大概8点55分左右 玉景湾道的康陵角对开 有一架哥尔夫球车突然之间起火 甚至传出了两次的爆炸声 为什么我会这么清楚呢 因为我刚好在附近 见到那个事情发生 幸好消防员及时赶到现场 将火撲灭了 事件中很幸运没有人受伤 但其实火警现场对面 有一个小公园 平时真的有很多小朋友 是在那里玩和经过的 其实住在玉景湾的居民 这么多年都有一个疑问 就是到底这一类的 哥尔夫球车有什么规管呢 我们分别问过消防署和运输署 消防署就说这次起火原因 是因为基件过热而所引起的 其他就不属于他们的管车范围 至于运输署就说 其实一直都有条例去规管这一类车 哥尔夫球车的车主 是需要每年拿着验车报告去续牌的 对于车的长阔和装备 都受到道路交通 乡村车辆规例第374章的限制 而哥尔夫球车是不可以 像一般车辆这样 直接上马路行的 除非发出了有效的许可证 即是乡村车辆许可证VVP 如果不是 只可以在特定的道路上行驶 好了 我们说回余景湾的情况 作为一个在余景湾住了二十多年的居民 都知道这些Golf Card 在余景湾的马路上行 但平时都有巴士在余景湾行驶 两部尺寸差那么远的车 都在同一条路上行 其实有几牙烟都不在话下 虽然根据法例规定 驾车的司机 是一定要有香港的合法车牌 才可以驾这些Golf Card 但不知道是否因为 这部车的体积较小 车速也较慢 有一些人便会调以轻心 不少人便大安止意地 银着车穿梭余景湾 我们尝试联络过余景湾的发展商 香港轻业 想了解一下昨天摄市的哥尔夫球车 究竟有没有合格的证明 对于他们区内的哥尔夫球车 又有没有规管或者巡查 但截至到节目拍摄这一刻 都很抱歉 未收到他们的回应 E-mail又传过 几次了 打电话都打过几次 但很抱歉 他们就未能联络到 不过我们就访问了一位 在余景湾住了二十多年的居民 他一直都有一部Golf Card 他很坦白地说 他就说 初头搬入来余景湾的时候 他是未有车牌的 但已经在银着他的Golf Card 虽然哥尔夫球车一样是有许可证 但就不用像一般车辆那样贴出来 这一位居民银着二十多年 竟然从来没有人要求过他出示牌照 就算有一次他说 曾经因为车头灯就坏了 就被一位警察截查 警察都是问他 你有没有车牌的 但也不需要他出示许可证等文件 很多年前我都认识有一对夫妇 因为太太有Cancer 先生平日亦都要上班 所以这位先生就很贴心地租了一架Golf Card 去给他的家庭用工去银 方便出入 当然他的那位姐姐是没有香港车牌的 换言之 在余景湾里面银这些哥尔夫球车 被人截查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甚至是零 甚至是就算你真的没有车牌都好 只要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根本很难被人发现到 不过意外的东西 永远都是一单都严多 根据运输署提供的资料 由2020年去到去年的2023年 涉及哥尔夫球车的交通意外 一共有13单 其中重伤的有6名 轻伤的就有15名 就这样看数字好像不是很严重 不过大家都不想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究竟现在的规管够不够呢? 当中有没有漏洞隐忧呢? 千万不要被这些哥尔夫球车 沦为了做马路的炸弹 真心希望尼岛区的区议员 尤其是周元谷议员 真是要为余景湾主动跟进下 好了今集的今天焦点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一个Happy Weekend 我们下周一再见 拜拜